有点人不信慌了慌哥 话说去黑深夜 三个蒙面壮汉冲进博伊卡家里 抄起棒球棍 对博伊卡的头猛论 博伊卡根本不惯着他们 抬起双臂 隔挡棒球棍 一肘子干费壮汉 用出连环腿 剃倒另一个壮汉 但对方人多不讲武德 闪现绕后偷袭 博伊卡被击中后脑勺 倒地不起 壮汉扑上来 凤凰补刀 博伊卡承受所有伤害 当场晕倒 等博伊卡醒来时 壮汉用女儿威胁他 让他交代毒品藏在哪 他一脸懵圈告诉壮汉 他只是个保安 家里根本没有毒品 这颗忍怒的壮汉 摘下头套 露出真面目 拿出手枪瞄准他 他一看壮汉长得很露痴 当即表示 壮汉肯定迷路 找错了地方 壮汉拿起桌子上外卖订单 当即茶眼 这里和收获地点差了十条街 博伊卡请求壮汉 不要伤害女儿 并承诺绝不报警 但他看到了壮汉的长相 壮汉抬起枪 表情逐渐疯狂 要让博伊卡两人当场身亡 博伊卡一看 对方太嚣张 瞬间解开封印 转身肘击 撂翻身后壮汉 抢走手枪 连开两枪 干掉两个壮汉 动作行云流水 胸残无比 最后一个壮汉 用女儿的命威胁他 他让对方离开 对方却很淘气 那压根不走 他轻松抬手一枪 蹦了对方 完美救下女儿 此时他因头部受伤 晕了过去 等他再醒来时 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手上戴着银手镯 警长告诉他 他涉嫌杀害三个小青年 现场证据确凿 法院会在三天后审判他 而他女儿住在儿童福利院里 十分安全 正当他要和警长辩论时 新闻播放了他的消息 还贴上了他的照片 他眼神慌张无比 内心很着急 而在美国中情局总部里 特工头目比他更着急 第二级 顶级特工帅气无比的荒哥 去英国支援他 原来他是美国退役特工 在一次卧底行动中 娶了国际军火商黑心书的女儿 但他的身份很快暴露 妻子为了保护他意外身亡 只留给他一个女儿 而老岳父黑心书这些年 一直在找他 要干掉他给女儿报仇 中情局让他隐姓埋名 在英国当保安隐藏身份 没想到三个小青年 破坏了他的隐居计划 荒哥接到命令后 立刻通知博依卡 两个小时后支援会到达 但博依卡没有那么多时间 他必须尽快找到女儿 确保女儿安全 他假装手滑弄掉护士圆珠笔 顺手拿走记事本上的回形针 用回形针打开手铐 三拳两脚打蒙警长 换上别人衣服离开医院 迅速赶往儿童福利院 却发现警方提前转移了女儿 他来到院长办公室 要打听女儿的藏身地址 结果院长躺在地上 一个顶级杀手正破解密码 搜查女儿躲藏的地址 原来黑心书也在新闻上 发现了他的踪迹 和顶级杀手取得联系 开架一个亿要取博伊卡的手机 杀手一看博伊卡出了线 脸上笑容逐渐凶残 不得不说这个杀手把路走窄了 竟然要杀博伊卡 博伊卡一个划铲 躲过杀手子弹 连续走位冲进楼道 导演安排肉盾 替他挡下两颗子弹 他立刻打开急走 用灭火器挡住电梯口 吸引杀手注意力 一个回手套返回院长办公室 利用杀手密码破解器 打开资料 找到女儿藏身地 腰子猛一用力 砸碎密码破解器 冲上大街 坐上出租车 让司机踩着地板油 疯狂逃窜 但杀手很机智 黑入交通局资料 输入出租车牌 联系上司机 告诉司机 博伊卡是个危险人物 司机假装淡定 假装去加油站加油 博伊卡一抬头 看到油箱很满 意识到事情不对 悄悄下车 爬上大卡车 开始逃窜 杀手赶到时 博伊卡还紧消失 而杀手很机智 打开监控记录 找到博伊卡踪迹 一脚地板油 追了上去 成功来到博伊卡身后 博伊卡一看 杀手那么凶悍 大长腿一翻 跳下卡车 冲进空中缆车 完美甩开杀手 但杀手毕竟是老江湖 拿出一万英镑 告诉缆车里的壮汉 活着博伊卡就能拿到钱 两个壮汉也是淘气 站起身就和博伊卡硬刚 博伊卡觉得这俩人是憨憨 大耳巴子猛呼 干翻两个壮汉 顺手借用旁边小伙手机 拨通荒哥电话 请求支援 荒哥把车速飙到260 一脚地板油 冲进缆车出口 此时杀手也出了线 对刚下车的博伊卡 就是一缩子子弹 博伊卡缩着头 扑进荒哥的车 荒哥迅速给油 甩开杀手式条街 顺利撤退 但博伊卡还是受了伤 腰子被打穿 荒哥让博伊卡去安全屋治伤 并把女儿藏匿地点 通知中情局 让中情局派特工 把女儿接到大使馆 随即荒哥带着他来到安全屋 帮他包扎伤口 给他注射止藤剂 他瞬间满血复活 战斗力疯狂飙升 正当他处理伤口时 杀手来到警局门口 摁着警长一顿狂殴 从警长口中 得知博伊卡女儿 躲藏的地方 当即把位置通知给黑心书 随即杀手利用高科技 黑入荒哥的汽车芯片 打开定位系统 成功锁定安全屋位置 杀手来到安全屋外 手拿爆破皮箱 和突击步枪进入电梯 按照电梯上的血迹 锁定安全屋楼层 恰好荒哥和博伊卡刚出门 打算去找博伊卡的女儿 电梯门打开后 杀手对他们凤凰秃吐吐 两人藏进门洞 躲过所有子弹 荒哥掏出手枪 压制杀手火力 博伊卡则打开安全屋房门 掩护荒哥进入安全屋 关紧防弹钢板大门 荒哥打开衣柜 拿出一堆武器 准备和杀手硬钢 而杀手看着防弹大门 陷入了沉思 在门口不停嘲讽博伊卡 说博伊卡不敢正面大战 博伊卡刚想回队 隔壁房间突然传来尖叫声 一声巨响 墙被炸出一个大洞 博伊卡和荒哥被炸得图晕目眩 杀手趁机出现 对着博伊卡就是一缩子子弹 博伊卡一个飞扑 躲过几十颗子弹 架起扶锈钢餐桌当盾牌 抵挡所有伤害 掏出手枪连续点射 压制杀手火力 黄哥趁机探头输出 捡起地上喷子扔给博伊卡 博伊卡对着杀手一阵猛喷 打退杀手冲锋 黄哥架起枪掩护博伊卡撤退 不料杀手突然袭击 黄哥小心脏被子弹打穿 博伊卡只能带着重伤黄哥返回车上 一脚地板油开始逃跑 要把黄哥送到另一个安全屋置上 刚走了没两步 黄哥就没了气 这时博伊卡发现车上定位系统正在闪烁 立刻明白杀手已经黑入了汽车 随时能锁定他的位置 他把黄哥合车扔在大马路上 消失在黑夜中 杀手根据定位迅速来到车旁 看到没气的黄哥 杀手心想黄哥肯定没给导演送礼 随即杀手返回车里 想继续寻找博伊卡 不料博伊卡趁黑绕后 已经坐在了杀手车里 拿枪顶在杀手头上 拿走杀手手枪 带着杀手来到一个码头 把杀手捆成粽子 让杀手给黑心叔打电话 引诱黑心叔来码头 杀手却很淘气 根本不按他的计划执行 反而嘲讽他 说他害死了妻子 现在连女儿也保护不了 他被杀手气得失了痣 压根不知道该怎样反驳 杀手从手套中拿出微型匕首 悄悄割开绳索 趁博伊卡不注意 一刀上去割上博伊卡手腕 博伊卡手枪掉在地上 只能和杀手肉搏 杀手拿着匕首 不停攻击博伊卡要害部位 博伊卡一个侧划 堵过匕首 抓住杀手胳膊 打掉杀手匕首 连续肘击 打出成蹲伤害 但他腰子上有伤 战斗力正在持续下降 杀手看出他的软肋 摁着他腰子猛对 用出公主抱 把他举高高 摁在铁皮箱子上摩擦 把他砸在地上 猛踢他的腰子 他瞬间起身 用出连环踢 外加剪头刹 把杀手撂翻在地 不料杀手是个不倒翁 再次对他发动进攻 伊角踢在他大腿上 让他跪在地上 拿起铁链锁住他的喉 眼看他就要没气 杀手却开始淘气 嘲笑他 说黑心书正在去 找他女儿的路上 他一听瞬间爆发全身怒气 挣脱锁链 伊角把杀手踹进海里 开着杀手的车 开始赶往女儿藏身地 而杀手则爬上岸 把他去藏身地的消息 通知给了黑心书 黑心书当即让司机加速 尽快赶到藏身地 另一边中情局特工 来到藏身地 要保护伯伊卡的女儿离开 这时黑心书赶到 干掉两个特工 一耳八字打云 负责照看女儿的妹子 黑心书来到伯伊卡女儿面前 说自己是女儿的外公 此时黑心书眼里满是慈爱 因为黑心书从外孙女身上 看到了女儿的影子 他拿出和女儿的照片 递给外孙女 外孙女看他和蔼可亲 和他变得很亲近 正当黑心书要带走外孙女时 伯伊卡来到藏身点周围 一喷子打背黑心书的手下 其他手下听到枪声 开始和伯伊卡大战 但这些小弟没有战斗力 被伯伊卡三下五除二 全部干掉 正当伯伊卡要攻入房间 救出女儿时 杀手再次出现 抓住伯伊卡手枪 对伯伊卡连续肘击 一脚把伯伊卡踹飞三米 墙被撞出一个大洞 伯伊卡迅速起身 和杀手一阵肉搏 趴在地上锁住杀手脖子 要让杀手窒息 不了杀手一身力气 把他举到空中 变成打装机 瞬间砸在地上 让他彻底失去战斗力 随即杀手拿出两头矛 要结果他 他立刻起身躲过攻击 连续走位 把杀手引进杂货堆 杀手猛一用力 两头矛卡进了缝隙 伯伊卡趁机一脚上去 把杀手踢在两头矛上 干掉杀手后 伯伊卡走进房间 拿枪瞄准黑心书 黑心书也是不怂 让秘书拿枪瞄准伯伊卡 双方僵持在原地 但黑心书用女儿的命 威胁伯伊卡 伯伊卡只能扔掉手枪 举手投降 黑心书拿起手枪 要杀了伯伊卡 替女儿报仇 伯伊卡快速拿出匕首 一刀刺穿黑心书心脏 一个划铲捡起手枪 解决女秘书 但黑心书匹事耐造 中了一刀后还活着 拿起枪继续瞄准伯伊卡 这时女儿来到伯伊卡身边 要替伯伊卡挡子弹 黑心书怕伤害外孙女 选择放下手枪 告诉伯伊卡 说自己把伯伊卡 当亲儿子看待 没想到伯伊卡 毁了自己所有真爱的人 话音刚落 黑心书拔出匕首 选择当场霉气 就这样伯伊卡 在经历所有追杀后 成功救出了女儿 而女儿是黑心书 唯一财产继承人 继承了50个亿的资产 从此伯伊卡拿着50个亿 过上了无法描述的 快乐生活群聚中 不要和中情局特工谈情说爱 这玩意儿翻脸比翻书还快 这部电影里 虽然黑心书是个大反派 但黑心书看外孙女的眼神里 充满了慈爱和关心 反观伯伊卡作为特工 为了完成任务 和黑心书的女儿结婚 不仅害死了对方 还弄得没有愧疚感 难怪黑心书要一直猎杀她 好了 今天电影到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黄电影哦 我们下一次再见